各位粉丝们,我是西游手机的一个,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各地粉丝对我一个的支持啊,然后这些是今天到的啊,各省粉丝系续的手机,我们来一个一个开箱检测一下就是些什么手机啊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邮政快计寄过来的啊,然后是一个银南的,银南闻山的啊,闻山的,我们开着散响啊 啊,我们拆了一层,还有一层啊,它包的体面似的啊,手机已经和自己打开了啊,它这个是我们看一下,有两个手机啊,对 这个有两个手机,这是一个荣耀8Xmax啊,比较大啊,然后还有一个是,我看这个什么,没组的啊,没组的,我们拿个盒子给装一下啊,好,这个太大了,装不进气,然后我们接上啊,银南,闻山,这个我们一起好了啊,它这个是听客户粉丝说,不充电不开机打,两个都是一样的,不充电不开机,好,接下来我们开箱下一个,这是一个银南举金粉丝系续的啊,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啊,怎么行,信号吧,什么问题。 看,把它看一下啊,这是一个,我想起来,这是一个华为的啊,NOWA5PORO,NOWA5PORO,它就是内屏坏了啊,开机不显示,能开机就是不显示,内屏坏了啊,这是换组成的啊,然后拿个盒子装进来,这个我们写好了,应该写NOWA5PORO,这个王某某的啊,换屏幕啊,名字我们不写那个详细的啊,因为很多粉丝给我跟我说啊,不要写那个真实的啊,就写个写,它信什么就行了啊,不要钱名写出来,钱名写出来,因为就是暂时平常有点不雅观, 好,这个我们就开箱到这里啊,准备开箱下一款,本司机修的啊,然后我现在差点不是一个,同一个人寄来的啊,都是来自过个本的地方,寄过来的啊,这个好像也是两个手机吧,这是也是两个手机啊,非常感谢这是,都是两个两个机,我们打开看一下,这是什么手机,好,我们先打开第一个啊,第一个是个苹果的啊,苹果X啊,苹果X,这是苹果X, 我再看一下聊天机度啊,什么问题我忘了,我们先装写吧,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,这个什么,这是一个华为的吧,看,荣耀的啊,荣耀,荣耀,哪个信号看不出来啊,20还是20S,这个我们全部装在一起啊,同一个客户系,我们就装在一起,然后再写上,标签写上啊,别人丢了,在我这里也不会存在手机,弄错的啊,我再按照它寄过来的快递活着啊,它上面还,里面还写了一个,这个, 啊,相机打不开,屏幕40,手边都打不开,那这个有一个,一张纸的啊,我们装在一起吧,我们再写上,啊,这个我们写好了啊,江西南上的,有一个,杨某某的啊,苹果X和这个荣耀,那机体什么故障啊,我得翻聊天机度看了才知道,因为快递太多了,那接下来我们准备看下一个,下一个,这是一个,西双板纳机器啊,西双板纳,原来西双板纳,打开看一下,啊,这个包的,让我,哇,差一点,整个滑了, 就包了一层,又一层的啊,其实没地啊,这么包的,像这样,反而不好拆,直接把它撕了,太浪的时间了,好,我们终于拿下来了啊,然后这是一个OPPO Reno啊,又是一个Reno,挺扣,这个我记得啊,粉丝说了,它这个是摔了,然后开始出现一点紫色的东西啊,最后是黑屏了啊,这个就是内屏怪了,内屏怪了,一般这种屏幕三星屏就是这样子的啊,就是摔了以后它直接,出问题它直接黑屏, 但是可以开机,开机能打电话,闹钟啊,什么都会响,那就这种症状,它不像国产的LCD屏啊,摔了它这个花屏,它不会出现直接黑掉,好,这个我们拿它装起来啊,好,我们贴个,标签在上面,我们写上,啊,已经写好了,已经写上,然后雷某的啊,然后这是一个OPPO Reno换屏,还有换后口,后盖也碎了,好,我们准备,再开箱最后一个,这是一个顺风寄过来的,应该是从苏丹寄过来的,应该是从苏丹寄过来的, 好,打开以后,这是一个OPPOIQ啊,这个也是内屏坏了啊,也是换总成,开机有反应,就是不显示,开机有震动,就不显示,这种一般就是内屏坏了,被客户都说明,都是摔了以后啊,但是现在这屏幕啊,内屏坏的太多了,它就是外屏好,内屏,因为这种三星屏就是不耐摔,只要稍微掉下气震到了啊,它直接就黑屏了,太不进摔了啊,这就是三星屏的一个B单啊,它就是,还是一摔一坏,它就黑屏,我们拿个撕出来啊, 我们把这个信息写好,这个我们已经写好了,四川成都的啊,唯我爱哭啊,孙某某的,然后也是换屏幕的啊,哎呀,这些都是,有些啊,是在我这里修过的啊,觉得我修得很好啊,特别相信我的,有介绍一些朋友过来的啊,好,我们一个人修啊,换屏的很快,换屏的一般就是,能头片收到第二天就可以接不起了啊,这是不开机的,稍微慢一点啊,好,我们就检测到这里啊,感谢各位的支持啊,你们有屏幕要修的啊,有手机,不管毒瓣进水,不开机,动摔都可以啊,你们主意叫我,联系方式,双击666, 谢谢大家